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三热花式 今天我来带大家做万圣节的装饰 首先我们准备彩色的纸 彩色的美工纸是我们做手工经常要用到的 它的软硬比较适中,非常利于折叠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黑色的蝙蝠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张黑色的美工纸 把美工纸先从中间对折 把中间的折痕压紧之后呢 用剪刀小心的把它给分开 分开了之后呢,我们把这半张纸再对折 因为我们要均匀的分成四个部分 所以我们重复这个步骤,在中间对折 再把它用剪刀分开 好,我们重复这个步骤 把这个纸张呢,现在均匀的分成了四份 我们拿出其中的一张 从中间再折一下 这一次我们不再把它剪开了 我们要把它折成像做小扇子一样的手风琴折 我们从中间对折呢,是为了让它每一个折痕都是均匀的 所以我们先对折,再对折 把这一整张纸呢,均匀的分成四个部分 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大家能够看到,是四折了 一二三四 之后呢,我们再把它从中间对折 因为我们每一次呢,都是从中间对折呢 就是能够保证每一个折呢,都是均匀的 所以我们会重复这个 我们重复这个步骤,直到把整一个纸都叠成八份 然后呢,再把这每一份再从中间对折 重复这个步骤,直到每一个折,都又变成了两份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均匀的 而且呢,折非常细密的一个手风琴折了 给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重复刚才的步骤 把这一张纸也折成均匀的,细密的手风琴折 注意折的时候,过程会和刚才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要它的折的宽窄程度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比较一下啊 如果太宽了,我们就说明还差一层 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 所以我们把它给再叠一遍 如果同学们比较细心的话,可以数一下啊 叠成16个格 之后呢,我们像做小扇子一样 或者像做蝴蝶结一样啊 像一个波台,把它从中间对折 把中间压紧压实 另外一个也对折,压紧压实 然后呢,我们需要一根细细的线啊 我们准备一根细细的线 这根细细的线呢,把它从中间给系上 这样呢,能够把它给固定住 注意一定要把这个结记紧一点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分间隔啊 这个纸的边 把这个纸边凉凉 用胶棒粘在一起 注意粘的时候呢 胶水不要抹太多 然后粘完了之后 抹上去之后呢 要用手稍微按一会儿 让这个胶棒粘紧 我们有两个纸 所以它有四个边啊 现在我们要把这四个边都粘起来 重复这个步骤 把它给粘成一个圆形 我们拿这个黑颜色的圆形呢 来当做小蝙蝠的身体 现在我们把它完成一个圆形了 大家看是不是很漂亮 好,现在我们拿剩下的两张黑色的纸呢 拿其中的一张 画出蝙蝠的翅膀 画蝙蝠翅膀的时候呢 可以用弧线来画 上面呢是蝙蝠的骨头 下面呢是蝙蝠展开的时候 有弧形的翅膀 薄薄的肉膜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用剪刀 把翅膀的形状剪下来 我们把两张纸对折之后呢 就能够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翅膀形状 可以再放在下面比较一下 看看这个位置和大小 我们是不是满意 从翅膀上面打一个口 折叠过来 加一点点胶 然后插在中间 把它给粘住 稍微固定啊 固定一会儿 然后再松手 它就能够很完美的粘上了 另外一边呢 也重复同样的步骤 把胶水抹的地方呢 要先打一个口 折叠 抹胶 固定 这样能够让它更好的固定住 粘好 这个时候我需要拿一张白色的纸 这个纸呢可以是一张普通的打印纸 打印纸呢会更薄一点 我们很容易呢 就能够把它给撕开 当然如果不习惯的话 也可以用剪刀剪 这个纸呢不用太大 我们要小小的一块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比较一下 看看这个大小刚炒的情况呢 拿出来铅笔 在上面画你喜欢的蝙蝠的眼睛 可以拿两个圆形来代表蝙蝠的眼睛 一个曲线来当蝙蝠的嘴 加上两颗尖尖的牙齿 在眼睛里面呢 再画需要要的圆 来当它的眼珠 在眼睛里面画小圆 当做它的高光 highlight 接着呢我用描线笔 把这些线描一下 大家注意这个眼睛啊 嘴巴蝙蝠的脸 可以加自己的喜欢啊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红颜色的嘴 你可以画在它的牙齿下面 让这个嘴是高兴的 或者是不高兴的都可以 然后我在眼睛中间和嘴上面呢 把它涂成黑色 把黑眼珠这一块涂一下 涂的时候呢 可以在highlight旁边呢 给它加深 这样呢能够画的这个眼睛 更像闪闪发光的感觉 就像我这样啊 再画一个 弧形的位置 像是它中间的瞳孔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在眼白的地方涂一下 我涂颜色以前呢 喜欢把铅笔的线给擦掉 这样的话 涂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干净 我今天选择的是红颜色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做的是万圣节的 所以把眼睛涂成红色呢 感觉让我的小蝙蝠 看起来更奇怪一点 感觉它是一个 很惊悚的 很吓人的这样的一个蝙蝠 涂好颜色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要把这个眼睛和嘴巴的部分 用小剪刀给它剪下来 好 可以放在上面比较一下 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在反面涂上胶水 粘在自己喜欢的位置 拿出我们刚才剪下 剪翅膀的时候剪下来的边边角角 找出其中大小合适的位置 如果你觉得形状可以呢 就不用再修改了 如果你觉得形状不够满意呢 还可以再修剪一下 抹上胶水 贴在相应的位置 我们的一只小蝙蝠就做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得很棒呢 如果画好了 做好了你的小蝙蝠 可以发给我看呢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一次再见